另外吉隆坡警方今天开始展开一连六天的流动疫苗接种计划 为六千名警员和家属接种新冠疫苗 这项计划今天分别在迪沙·达西和迪沙·阿曼三间警察宿舍率先开跑 吉隆坡副总警长拿督杨立珠 巡视流动疫苗接种计划时表明 吉隆坡有大约九千两百名警户人员 目前有八成已经接种疫苗 至于其余的两成 杨立珠指出他们都是获得接种预约之后 因为怀孕或其他健康因素而无法接种疫苗